大家好我是TDWG 今天為各位介紹一個非常棒的相機包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進入我們的影片內容 大家都知道我最近買了一個新相機 那這次選擇的攝影包呢 我是根據我的相機鏡頭長度 再加上我出門會帶的錢包手機 這一些的大小 來作為我 選購的依據 所以我這次選擇的相機包是這一款 像各位看到的 這個我已經用一個禮拜 他的大小長度 都符合我上面所說的需求 打開讓大家看一下構造 他前面有兩個魔鬼氈 上面有兩個中間好像一個 他是吸這個 上面這個蓋槽的 然後再加上打開 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大的空間 這是我要放相機用的 那這裡還有一個小空間 這個是我要把錢包手機 電池等等那些小配件放的 那我放給大家看看 我的相機呢 這邊 放到右邊這個缺口 讓大家看一下實際大小 我是把它量到剛剛好 那這樣相機放上去呢 就直接這樣放進去就可以了 那旁邊還有一個小缺口 也足夠這個空間可以放置 我的錢包手機這些雜物 我先把它拿出來 我怕相機摔到 這個包包的側面還有一些小口袋 像是這邊這個 他這個是完全包裹的 我會在這邊放一些機車鑰匙 跟一些小配件 他這個剛剛好 他這個 比較 薄性 包口性會比較好一些 再是另外一邊 他這個是開口性的 那我買這個包他有送一個 防水布 因為我想說現在會下雨了 那他也會淋到 那我就把防水布放在這個 旁邊 這個側袋裡面 他後面還有一個小縫 是因為這個空間很小 所以這個我想說可能是放衛生紙 或是口罩之類的 貝品 可能比較適合 如果是有具有一定體積的東西 可能沒有辦法放入到這個 小縫隙的袋子 那我特別說明一下 他這個內層裡面 已經不具有任何的夾層 已經沒有辦法再擴大了 那他有內附兩個小 這種隔間的這個 保護 保護層 那是依照各位的需求 如果你是買一個機身跟一個短鏡頭 那可能可以再放一些小的鏡頭 很多顆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這種東西是依照個人的需要程度 來做添購 那這個東西他有三個大小 他是大中小 我買的是大 大 大比較適合我 那如果大家 因為大家的相機尺寸鏡頭 使用習慣都不同 所以還是依照各位的 配備 去添購這個包包 自己去選擇大中小會好一些 那他的顏色有三種 我買的是大地色 因為我要買大 全台灣的大 這陣子只剩不到五個 我蠻幸運的有買到一個 那另外兩個是淺灰跟深灰 就依照大家喜歡的顏色去做添購就可以了 這個產品比較讓我意外是 他金額很低 但他就是硬殼的 他這個材質 因為我是網購的 我也沒有摸過 但他這個 雖然硬殼 我有點粗料 這種不用500塊的東西 可以做到硬殼 我覺得 是現在的相機配件都是這麼的便宜 這個包包我最大的優點就是CP值夠高 夠便宜 空間也符合我需求 真的包包也不要買太大 夠用就好了 不然買那麼大 你也沒那麼多設備 對不對 那你根本就是 出門待一個很大的累贅 那你是要怎麼維持 拍照的這個興趣呢 對吧 這個包包 我覺得他有一個缺點 我想要跟各位提出來就是 他下面這個扣 如果是正常一般 我們放在那個 一個平台上 要扣我覺得很不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就是我的個案呢 還是每一個包都是這樣 當然他扣的功能還是有 扣下去 也是有聲音的 絕對很穩 但我就是認為 他跟我以前使用的攝影包 扣的這個機構 我不知道繩子太短 還是上面太短 怎樣 我就認為這個扣的方式 沒有到很好 今天要這個包包 讓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是 近期朋友想要買一個 一機一鏡寶 然後再貼一些小推薦 我認為這個包包 非常完美 我們這次TDWG 我們下個影片見 Peace 我們下個影片見 QA 的時候 我們下個影片見 可以看待一位 我不會想要 一下別人的 床 啊 我們下個影片見